翻来覆去 无助可逃 天都快要凉了 这样也好 怕梦见 那个微笑 我不知道 只是想你好不好 我演着那孤单的深夜 梦怎么如此难远 你只为了爱情 没有底线 移民给 还是没有人陪 改我的爱 我逃不开爱 心碎却一直一直 重来 爱的越久 要面对的寂寞 越难 翻手 吃点什么 来 你来点 浪费 什么 秘民可以在家烧着吃 还跑出来吃 不是浪费是什么 你大病出医 我就是要请你吃顿饭了 我一定要带你四处走走 周英啊 讲过多少次了 我已经赚到钱了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改 你那吝啬的性格呀 我不是吝啬 是节俭 节俭就是当用就用 明明赚到钱 还记得一小几毛 不是吝啬是什么 好 那从明天开始 我把你的钱通通花光 这样才好啊 快点点菜 我肚子都饿了 其实啊 这顿饭呢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啊 就是为你送行 你看 我已经替你买了 去北京的车票 你什么都不用管 用心当你的女主角 其他的事就交给我吧 明不明白 明白不明白 嗯 嗯 是什么意思啊 明白不明白啊 我知道了 嗯 哇 漂亮 买 北京天气冷 买 哇 这件我喜欢 买 买这么多的衣服 要花很多钱的 现在不一样了 我 我知道你赚到钱了 可是 我也不想花你那么多 你太破费了 我明白 你不用替我担心 你用的 不过是冰山一角 对我来说 根本不成问题 周英啊 我以后不会让你受苦了 你知道不知道 这套衣服 这套衣服配上这双鞋 怎么样 哇 好漂亮啊 没拍电影就快成为大明星了 鞋子上有点灰尘 我帮你擦掉吧 行了 很漂亮啊 何凡 谢谢你啊 不用谢 鞋子是我买的 我要保证它的品质吧 你以后 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让我受苦了 当然啊 那 无论如何 你都会好好地照顾我 当然了 不管什么时候 以后你都会请我为妻 对不对 这个我 我 你干嘛不回答我 你说啊 对不起啊 我答应了一个人 所以 你答应一个人 你要娶他 不娶我 你说啊 我答应了周倩 不能喜欢你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答应过我 要对我负责任 你答应过我 要娶我为妻 那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周倩呢 你竟然答应我妹妹 说你不喜欢我 你竟然这样做 对不起啊 那天周倩 她很伤心 我又以为 你不会喜欢我 所以我就答应了 她的一个要求 对不起啊 我再问你一遍 你会不会娶我 我 我 我明白了 周英 周英啊 没事吧 快出来吧 周英 周英啊 哎 哎呀 这 还给你 嗯 嗯 周英 周英 周应 北京我一定会去的 只不过从今以后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东西 我一件也不会要 周应 不用送了 我一个人可以的 从来都是一个人 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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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 我走了 对不起 我知道小超的死 不能怪你 可是每次见到你 我又没法不想起 我明白的哥 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的 大嫂没事吧 他比我更难过 更难承受这次的打击 哥 我走了 你好好保重 阿田 你 爸 我走了 请保重 给我站住 爸 对不起 既然你要走 有些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你吗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 百分之百的不是我的女儿 你的生父 曾经是这里一个花王 你十岁的时候 我曾经拿你的血液去做DNA检查 正如我所料 你和我根本就没有半点的血缘关系 你太傻 你妈妈临终之前跟你所讲的都是假话 她要你一生一世都被这个谎话给蒙骗 只要我一踏出这里 我就是一生一世也不会再碰上你了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为什么要彻底的把我摧毁 难道你真的就这么恨我吗 我是非常地恨你 因为恒昌是为你害死的 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可是你养育我 给我钱供我上学 我还是要心 我走了 再见 还不能走 你要把属于李家的东西全部给我留下来 你才可以离开 这钥匙和信用卡我已经放在房里了 可以了吧 你从来没有撞过一分一毛 你身上的钱还有你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我们李家的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 这些衣服 我再过些时候还给你可以了吧 我就是在这里 第一次跟你哥哥接吻的 是吗 这里勾起你的回应 我喜欢聪明有本事的男人 所以跟你哥哥在一起 但是可惜的是 我看错了人 何凡呢 样子虽然很笨 本事却大得惊人 是个理想的男人 不要这么说嘛 我受不起啊 何凡 连我都喜欢你 我知道 我是没有希望的 连那个周英都不能打动何凡的心 比起他 我又是何德何能呢 唉 不过啊 说出来 我这心里舒服多了 唉 何凡 我有个问题 总是搞不清楚 可以问问你吗 当然 我想知道 那个周倩 在你的心中 真的那么好吗 何凡 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觉得值得吗 何先生 找你的 是个女孩子 声音挺陌生的 哦 谢谢啊 喂 何凡 李婷 喂 李婷啊 这么晚打给我 有什么事吗 嗯 没事 只是想和你聊聊天 是啊 你的晚面声音怎么样了 转亏为盈了吗 我跟你说 面肠啊 非常成功 又便宜又好吃 我很争气了 恭喜你 你呢 在新加坡如何啊 你跟你爸爸关系怎么样啊 我很争气啊 我已经搬回家了 跟他们住在一起 哇 恭喜你啊 你好厉害呀 你再加把劲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李婷 喂 李婷 你在哭吗 嗯 我没事 我没事 我外甥死了 他死了 他们都不理我了 你的外甥死了 喂 李婷 冷静点 冷静点 你别哭啊 我没有地方可惧了 我现在到了广州 你在广州啊 你在广州哪里啊 这里好像叫什么海珠区 我在一个公园里面 我连坐公车的钱都没有 好 我马上就到 你别走啊 老板 借你的单车用用啊 好的好的 你用吧 这傻小子 桃花运可真旺啊 李婷 李婷 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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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凡我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别哭别哭 你不是什么也没有 还有我吗 还有好朋友何凡呢 知道吗 慢慢吃嘛 不要狼吞无厌的 嗯 郁仲天 我除了飞机餐外 什么都没吃过 喂 你穿的这么少 冷不冷啊 嗯 嗯 暖和了吧 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 女孩子的衣服 有女孩子在这里住过 是周倩吗 这就是她 很漂亮 周倩确实住过 不过这些衣物 全都是周英的 周英也来到广州了 是啊 她下午刚走 不过走的时候 很不开心 我伤害了她 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我曾经答应过周英 如果没有人娶她 我就娶她 但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 周倩要我发誓 要我以后不要喜欢周英 可是周英知道这件事以后 就走了 走的时候很伤心 周英 也喜欢你是吧 周英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伤害了她 何凡 如果我也没有人要 你会不会娶我 当然不会了 我们是好朋友嘛 好朋友是不能结婚的 不能了 何凡 你借我的钱 可不可以还给我 要钱你早说嘛 要多少 我要把这些钱 还给我的朋友 是他借钱给我 买机票来广州的 都拿去吧 这么少啊 嗯 你打破我的眼睛 欠我的就这么多了 我不会多拿你的 其他的 我会自己想办法 雷天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们是好朋友 要跟我说呀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一切对我来说 都已经不重要了 不过 无论如何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争气的 你不用替我担心了 喂 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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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要跑啊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连哭都不可以吗 你说什么呀 还有我呢 你有什么用 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我这是一个蠢人笨人 我为什么大老远来 跑来找你 我为什么 总是记着 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 根本就不会爱我的人 以前我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都是人家喜欢我 我才会喜欢人家 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失败呢 为什么你根本就不会爱我 你明明知道你根本就不会爱上我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对我这么好干什么 你是在害我 林婷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要再见到你 你不要再跟着我 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了 笨蛋 大傻瓜 周英 他来过吗 在哪儿啊 他走了 这些衣服是你买给他的吧 是啊 但他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说 我给你许的诺言 你跟我说过的 你不会爱他这些话 你都告诉他了 你做得很对啊 你本来就是不应该爱他嘛 你应该信守你对我的承诺 小凡 其实我知道 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你刚才跟那个女孩子 我都看见了 我真是非常的感谢你 不用说了 我明白 我还有一个过分的要求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 你的额头怎么回事 没事啊 撞他 你对我真好 这就是生产保健业的地方 你哥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觉得保健业一定会受大家的欢迎 所以就找姨阿姨过来投资 还找了乒乓球队来做宣传 只要乒乓球队打得好的话 保健业就会卖得好 其实一切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可就是一切走上正规的时候 他发现了我们俩的那盘磁带 你还敢说你跟他没有感情 好啊 你听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个心是你的还是他的 他为什么说他喜欢你 我都跟你解释过了 你根本不听 你误会了 根本没那么回事 我因为要替大平处理赞助球队 所以我跟很多球员很熟 但是没有想到那个陈飞 竟然爱上了我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误会 我根本就不会喜欢陈飞 但可惜这个误会 就把这个工厂给毁了 你马上给我解释清楚 你问我没用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阿倩负责的 你不要老是拿周倩来揍挡电牌 我知道你经常跟他在一起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周倩 你说什么 你神经错乱了你 何平 何平 我问你 是不是你打了阿倩 我警告你 以后不许你再伤害他 我的事不用你管啊 这不关你的事 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因为 因为我爱阿倩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你干净我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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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站上 别动他右手 伤了他跟他打球了 程飞 你没事吧 程飞 先生 你干了些什么呀 你毁了程飞的运动生涯 你毁了我们球队的希望 没有了程飞 整风潮怎么办下去啊 你把他 滚 程飞 你哥不知去哪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离开了天津 我哥现在在哪里啊 他给我打过电话 说他在重庆 小凡 你帮帮我们吧 你哥真的不能再失败了 你知道吗 这个工厂 他费了多大的心血 如果他失败的话 他真的是抬不起头来做人了 你也知道他不能再失败了 为什么不阻止他走呢 我不能阻止他 因为我爱他 我不能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对不起 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可是我不是想故意伤害你 我知道 我跟大萍两个人 有太多太多对不起你的地方 小凡 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答应我 帮他收拾这个烂摊子 你就看在我的份上 你帮他最后一次 最后最后一次 我求求你了 你就帮他最后一次好吗 他现在重庆真的很需要我 他如果没有我是活不下去的 你答应我好吗 小凡 对不起啊 我要再说这些了 上车吧 看来 我们真的是有缘无分了 拜拜 拜拜 我就是说你 我忘记了 我谢谢大家 我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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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充滿力量了 跟爸爸說你長大之後想當什麼 當醫生老師還是工程師啊 我什麼都不喜歡 我不想像你們那樣每天都要去上班開會 很麻煩啊 我喜歡大孩 我要當潛水員 阿成說他長大以後 要當潛水員 不要像爸爸爺爺那樣去上班 要去開會 你看他多聰明 阿輝 我覺得他個性比較像你 喝了這杯牛奶 早點睡吧 嗯 很香 很好喝 阿成最喜歡喝牛奶了 你睡吧 等我看完這潘太子再睡 阿里啊 你不要再看了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 你知不知道你幾天沒出門了 你知不知道你幾天沒有跟我說話了 你整天整夜的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阿昌死了 這樣下去你也會死的 那你要我怎麼樣呢 我連想我的孩子都不可以嗎 這是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我連看他都不可以嗎 阿里 你就是看他一百次一千次 都沒有用的 阿昌也不希望看到你這個樣子 他看到你會難過的 我答應你 我會振作起來的 現在你讓我一個人冷靜一下好嗎 看完這袋子之後 一定會好起來的 這些話已經說了一個月了 現在一個月都過去了 你還是這個樣子 你要我怎麼樣呢 我接受不了事實 我忘不了他 我忘記不了阿昌 阿昌 他會活在我們心裡的 他只不過是離我們遠了一點 我們遲早會一家團聚的 真的 他也不希望看到你這個樣子 他看到了會很不安心的 對不起 我真是一個很沒出息的爸爸 我答應你 我不會再讓你難過了 太太早 早 爸早 阿輝 你不是很想去法國嗎 明天就讓阿力陪你去吧 你們昨晚談的話 我都聽到了 現在阿力這個樣子 怎麼會有心情做事呢 你就陪他出去走走走散散心吧 不用了爸 我沒事 其實阿昌喜歡我們大家很開心的過日子 對不對 對不對阿輝 還有啊 這些早餐呢 都是阿輝特地為你準備的 是啊 很久沒吃阿輝為我煮的粥了 阿力啊 爸 爸爸看到你這個樣子 我真的是很高興 阿昌不在了 已經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了 我們大家一定要學會自揚去面對事實 爸 對不起 讓你操心了 面對事實 解決問題 這是我這輩子學到的東西 我一輩子為李家拼命 就是為李家的基业 能傳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啊 阿力 你是我唯一的孩子 李家的一切希望和責任 都在你身上啊 爸 我 阿輝 我知道你很傷心 我也想清楚了 小長可能跟我們李家的緣分 太淺了 反正你們兩個都很年輕 可以再生一個 有了李家的子孫 就有李家的基业 這個家如果有個孫子 就不會那麼冷清了 也許我們可以再找個醫生檢查一次 也許 根本就不會有什麼也許 我根本就不能生孩子了 我是不想讓爸失望 你看到了 他剛才滿懷希望的樣子 自從阿長死了 爸好久都沒有笑過了 他那麼老了 我真的不希望 他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在從阿長出世後 真的發生太多事情 我不想讓他失望啊 阿輝 你是一個好母親 好太太 好媳婦 好媳婦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不曾讓我失望過 同樣的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我會陪你 度過所有的難關 好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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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麼看 還直板王成非呢 吃飯都成問題了 廢物 給你的 左手一樣使筷子 我示范给你看 右手不行 左手还可以啊 一样好用的 你想嘲笑我是吧 怎么会呢 你看看 再来一次 这次一定行的 多来几次就行了 滚 再不滚开 我对你不客气 哎呀 一定行的 别说面条了 乒乓球一样照打不误的 你的运动生涯 不能这样玩了 已经完了 你知道我现在干嘛 捡球 我是青年锦标赛冠军 现在在捡球 你不要在我面前 踢乒乓球这三个字 我的手 就是你的混蛋哥哥弄断的 我这人做事光明磊落 不迁怒别人 不过你最好识相点 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我哥做错事 已经没有办法了 但是你有天分的吧 你的速度和爆发力 是第一流的 你的右手断了 但是你可以做一个 左手板王吗 你闭嘴 你说的轻巧 干嘛 你想替你哥哥推卸责任 你本来就是门外汉 你知道什么 左手王右手王 我跟你说 你再不走开 我当你存心挑衅 走 滚 你来嘛 干嘛 你把我硬拉来干嘛 你先看看吧 一起练吗 光看了有什么意思 小丑 我练了一上午了 我发现左手打球 有特别的地方 我有心得的 你有屁心得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聊 你知道什么是打冰王球吗 你知道吗 我这只手 你哥哥弄断 花了一秒钟 你知道我学会打冰王球 花了多长时间 十五年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跳来跳去的 像个跳梁小丑 我不是小丑啊 我想让你看看 左手一样可以打球的吗 你至少要试一试嘛 好 你把球拍拿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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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看看 你现在知道了 这两只手能一样吗 笨蛋 你看清楚了 能一样吗 这只手已经残废了 我现在是个废人了 你还想让我打冰王球啊 你想证明什么 拿你这双好手 证明我这只废手 能打冰王球 能拿世界冠军 什么左板王右板王 你做梦去吧 喂 你打断我的右手吧 无聊 喂 我说是真的 胡教练 我求你啊 你打断我的右手 我还你一个世界冠军呢 哎呀 我说何老板 你做生意倒挺精明的 在这种事情上 怎么傻里傻气的 这不是一回事 我打断你两只手 他成飞也成不了冠军了 你以为我不想他好起来 啊 他七岁进少体校 我就开始带他 培养他 你以为一个冠军的苗子 是那么随便找到的吗 哎呀 这是天意 天意灭我 是啊 我们要让成飞啊 重新振作起来啊 来 拿这个球拍 啪 把我右手打断 来 别怕呀 你就饶了我啊 饶了我吧 我说的是真的 哎 喂 各位队员 来 帮个忙啊 来 守我守啊 你非断不可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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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哎呦 怎么这么痛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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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兄 想不想多赚点钱啊 我给你十块钱 帮我打断右手 神经病啊你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我凭什么打你啊 再说了 我看到鞋我害怕 快走快走 十块啊 不要 快走 二十块 快走吧你 哎 老兄 我给你们十块钱 帮我打断右手好吗 去去去 去去 你有病啊 你有钱没出花了 走了快走快走 哎 十块钱呢 让你快走 十块钱 你走啊 你 小叉 你干什么 是不是想当老子路啊 你小子凶什么凶啊你啊 你还不服气啊 是不是想老子揍呀 你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吗 好狗不挡路啊 你现在挡着我的路 不让我过呀 他就是有点欠揍 哎呀 哎呦 不是左手 是右手啊 你说什么呀你 我今天就把你手打断 看你还成不成啊 你听我说呀 你打我的左手算什么英雄啊 有种你打我右手 我右手有金刚不坏之称 是黄金之手啊 好 爷今天就把你右手 变成黄金废手 啊 这天我的世界 倒是中天一个梦 这么真 这么陌生 突然间再发现 一切再改变 拥有了世界 却又感到虚空 就算一生平平凡凡 我也有心去体会 一切的埋伏 都是艰难的考验 不在乎 交出我的所有 都不在乎 我会不会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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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